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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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要打擾人手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你旅行可以出去了 為了這樣去一下 even if not 以後我也有多少地方不會出去了 是的 是的,最簡單的就是,如果不是因為周浩第四步,我一定不會先抬 的確,就因為有這些聖地在,是帶動到旅遊經濟的發展 是有好處的,但是,我可以說一句,你去旅行的時候,盡量不要打擾到人家 不要對當地人造成麻煩和不便 不是,但是又要去,但是又要去,因為有時候,以個想法來說就是 有時候,我也很明白,譬如去日本,我們去旅行很實用的 我們去賣東西,其實是去血拼,其實不是去旅行,甚至是嚴格 過去入貨,去血拼,去入貨,但是有時候,如果可以安排一下 去一下一些你不會去的地方,去一下一些你應該不會有機會遇到的東西 見一些遇不到的事物,見一些遇不到的人的話,其實又真的會掌見識 哦,一定會掌見識,那無論是,譬如說,你會遇到一些特別的事 或者你會遇到,甚至沒有事都很特別的,你認真想 是啊,去那些這樣的明星地方,譬如有些明星地方呢,是拿來做過一些拍劇 或者拍一些動畫的場景的時候,你不會,如果不是因為那個動畫 認識那個地方,你不會認識那個歷史的其中一段 當然,不是說你每次都會有朋友,認識日本東西啊,講人文或什麼 但是,就算你只是去看看也好,特別是各位年輕的朋友呢 如果你有機會呢,是應該去多一些 無論是聖地巡禮也好,無論是有時候 去逛一下也好,即是觀光,去逛一下也好 你特別是年輕,或者很少去日本那些 可能你會覺得,我多留兩天給我去血拼 多留一天給我去逛,更好 那不是不好,那不是不好 但是不要介意用了那些時間在那些地方 你不去一次,特別是如果兩行去得少一點的朋友 你不去一次,其實你真的不知道會見到什麼 你真的不知道會遇到什麼 你真的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當然你最好做足功課 不要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就走去吧 真的,稍微想去才去 聖地巡,我就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你至少有一件事令你想去 你多個原因給你去一些沒去過的地方 而你去完呢,其實如果你再看回頭 大部分時間你都不會後悔 你一定是有見識的